小朋友上课咯 我是台北市西松国小廖玉燕老师 今天我们要上的诗第六课 特别的滋味第一讲 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重点是 了解课文主题大义 认识意义段 在上课前老师请小朋友准备 A4的白纸一张 或者是笔记本 书写用具 还有国语课本 课本第38页 是第二大单元生活体验的单元业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经历各种不同的体验 只要细心观察 用心体会我们会发现每一种体验都能令人感动 令人觉得印象深刻 小朋友你做过家事吗 你觉得做哪一项家事让你有成就感 我们这一项家事 我们这一刻第六课特别的滋味里面提到 没有大厨师也没有调味品 为什么做得出一盘好味道的炒饭呢 其中好味道三个字特别用引号把它标示出来 让我们觉得十分好奇 在课名上也得到特别的滋味 所以这一刻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好味道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第六课来瞧一瞧 接下来有个聆听任务要交给你 请聆听每一个自然段的课文内容 再说一说它的段落大意 也请你仔细数数看 全课总共翻成几个自然段 第一个自然段 六特别的滋味 爸 我肚子好饿 妈妈身体不舒服 躺在床上休息 弟弟只好向爸爸求助 弟弟肚子饿了 为什么向爸爸求助呢 因为妈妈身体不舒服 躺在床上休息 这一段的段落大意诗 妈妈无法做饭 弟弟向爸爸求 课文中每个空两格的段落就叫做自然段 当作者要表达的东西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 然后就会出现第二个自然段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我竟然自告奋勇 原本面有蓝色的爸爸这时也说 好 我来帮忙 爸爸为什么原本面有蓝色呢 我想爸爸应该是不会做饭吧 作者却是很有勇气 自告奋勇的要下层做饭 所以这一刻的段落大意诗 我自告奋勇要下层做饭 爸爸也来帮忙 这个我就是作者 第三个自然段 我们从冰箱里找出蛋 白饭 火腿和玉米粒准备大展身手 平时我最喜欢看美食节目 妈妈做饭时我也常常在厨房帮忙 今天能有机会和爸爸一起下厨 心里真是又紧张又兴奋 哇 真的是又紧张又兴奋了 这一段里面提到蛋炒饭的材料 材料有蛋 白饭 火腿和玉米粒 那么作者认为自己可以下层做饭的理由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说他最喜欢看美食节目 妈妈做饭的时候 他也会常常在厨房帮忙 那么这一段的段落大意 我们要写的时候 刚刚这些说明都可以不用写出来 所以我们的段落大意是这样的 我们找好食材 准备大展身手 我感到紧张 我先把蛋打好备用 爸爸把火腿切成小丁 接着小心翼翼的开火 热锅倒油 我慢慢的把蛋汁倒进锅子里 很快的 厨房飘出阵阵蛋香 弟弟忍不住拍手叫好 因为他觉得姐姐和爸爸已经成功一半了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段落大意 热油煎蛋的香气 热油煎蛋的香气 让弟弟开手叫好 冰五根自然断 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 爸爸惊觉火太大了 赶紧把火苗关小一点 我也不停的翻动锅铲 但才没有烧焦 爸爸接手把火腿放进锅里 炒出香味 加入白饭和玉米粒拌炒 一阵手忙搅乱后 黄金玉米火腿蛋炒饭 终于大功告成 这一段在描写蛋炒饭的时候 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让整篇文章写得更有趣 而且更丰富 到底什么是 让爸爸赶紧帮忙 才避免蛋被烧焦呢 原来爸爸惊觉火太大了 赶紧把火苗关小一点 作者也不停的翻动锅铲 但才没有烧焦 这一段的段落大意 我们可以省略过程的描述 直接写 在一阵手忙搅乱后 我和爸爸终于完成蛋炒饭 第六个自然段 哇 好香 不知道什么时候 妈妈竟然来到厨房门口 还不忘细心的提醒我们 撒点葱花会更漂亮 妈妈提醒撒点葱花会更漂亮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妈妈应该是对于做饭是比较拿手 而且妈妈也乐于指导家人做家事的秘诀 所以这一段的段落大意识 妈妈提醒我们蛋炒饭要放葱花 第七个自然段 妈妈的话刚说完 弟弟便迫不及待的爬了一大口 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怪 指着蛋炒饭说 爸 怎么没有味道 弟弟为什么迫不及待的爬了一大口呢 我想是弟弟肚子太饿了 而且他也很好奇姐姐的手艺到底如何呢 可是弟弟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怪了 原来啊 蛋炒饭忘了调味 没有味道 跟弟弟原本期待的不一样 所以这段的段落大意 弟弟爬了一大口 发觉蛋炒饭没有味道 第三个自然段 妈妈连忙吃了一口 点点头说 虽然忘记放言吧 这却是我吃过最有味道的蛋炒饭 逗得我们全都笑了 妈妈为什么觉得这是她吃过最有味道的蛋炒饭呢 我想妈妈应该是很感动吧 因为这是作者第一次下厨 分担加入所做出来的蛋炒饭呢 妈妈的感觉应该是一种心里的满足和美味 这一段的段落大意识 虽然忘记放言吧 妈妈却认为这是最美味的蛋炒饭 这一课总共分成八个自然段 我们读完了这一课 我们读完了这一课 发现本课的主题是在讲 儿童协助做家事 但是父母觉得很欺慰 那么本课的大意 妈妈不舒服 姐姐主动下厨 爸爸也来帮忙 在余正手忙脚乱之后 做出让家人感到美味的蛋炒饭 老师把每一个自然段的段落大意 剪成长条形的纸条 剪下来后 却把他们的顺序弄乱了 所以小朋友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些段落大意 都没有按照课文的顺序排列 他们是凌乱的 现在要请小朋友来帮老师的忙 把他们重新按照顺序排列好 同时老师在上方有加了三个大框格 这三个大框格是要让小朋友做分类用的 请小朋友把这八个自然段的段落大意 把它分配在这三个框格中 分成三类 然后请你说一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分类 分类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请小朋友试试看哦 你可以把这个排列任务想象成是一个披补游戏 在玩披补游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诀窍 那就是要先把边框的骨盘找出来 把边框先披好 再来披中间的部分 那就容易多了 同样的利用这个方法 我们先来找出这八个自然段的头尾段落 我们看到C是第一段 G是最后一段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段 妈妈无法做饭 弟弟向爸爸求助的纸条 放在第一个分类盒中 把最后一段 虽然忘记放盐巴 妈妈却认为这是最美味的蛋炒饭的纸条 放在第三个分类盒中 接下来剩下来的这些纸条 我们可以从这些段落大意中 找到有关于制作蛋炒饭过程的关键字 例如完成蛋炒饭 下厨做饭 热油煎蛋 明显放葱瓜 找好食材 从这些关键字 我们就可以来把它们的顺序排列出来 我们将顺序排列好之后 发现B这个纸条 我自告困勇要下厨做饭 爸爸也来帮忙 它应该是属于原因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第一个分类盒中 在第一个分类盒中 我们放了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纸条 第一段 妈妈无法做饭 必须向爸爸求助 第二段 我自告困勇要下厨做饭 爸爸也来帮忙 这两段都是在讲做蛋炒饭的原因 所以我们把它们合并成一大段 然后我们在这一大段的上方 给它一个标题 标题就是做蛋炒饭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段落大意排列顺序 他们的顺序是找好食材 热油煎蛋 完成蛋炒饭 提醒放葱花 这些都是做蛋炒饭的过程顺序 但是A是一张纸条 弟弟爬了一大口 发觉蛋炒饭没有味道 这一段并不属于做蛋炒饭过程里面的顺序 这一段弟弟爬了一大口 发觉蛋炒饭没有味道 应该是属于弟弟吃了蛋炒饭之后的感受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合并到第三个分类格中 第三个分类格中 我们放了第七段和第八段 第七段 弟弟爬了一大口 发觉蛋炒饭没有味道 第八段 虽然忘了放盐巴 妈妈却认为这是最美味的蛋炒饭 这两段 一段是写弟弟的感受 一段是写妈妈的感受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合并成为一大段 我们给他一个标题 那就是吃蛋炒饭的感受 写文章的时候 如果能够把感受写出来 那么这篇文章就会写得更加的完整 小朋友要记得哦 最后四张指标 也就是第三四五六段 这四段都是在讲做蛋炒饭的经过 我们把它合并成为第二大段 给他的标题就是做蛋炒饭的经过 我们完成了这张表格 我们把这一刻八个自然段 归纳成三大段 分别是做蛋炒饭的原因 做蛋炒饭的经过 吃蛋炒饭的感受 这三大段就是我们这一刻的意义段 你学会了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刻的学习重点 了解课文主题大意 认识意义段 依照文章内容的意思 将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自然段 合并成一大段 就称为意义段 意义段可以由一个自然段 或几个相关的自然段 合并而成 小朋友你知道了吗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小朋友再见咯